千万不能说非韩不投 非国不投 非兰不投才对 唯一支持朱立伦 目前为止 也只有韩国瑜最接地气 赞 赞 赞 一人有一票 台湾正在选 一人有一票 台湾正在选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7月13日 星期六 这里是阴觉之光 展现大洋洲的春美成者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我是自媒体人 岳哥 我是自媒体人福地 今天是我们的新栏目 台湾正在选的第二集 一人有一票 台湾正在选 一人有一票 台湾正在选 好的福地 那今天很开心 就与您继续的交流 我们就知道呢 在下一周一 国民党的台湾总统大选 候选人就会水落石出了 现在据我们的了解 那么星期国民党呢 会现场直播 来公布 来介绍 来展示整个电话民调的一个过程 电话民调相信很多人还是觉得很陌生的 电话民调怎么样能够选出国民党的总统的候选人呢 您作为这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呢 好的 就是对于所谓的电话民调 也就是各政党他们委托旗下几个民调单位 对于全台湾部分蓝绿党派的人民做一个电话民调的随机搜查 那以电话民调的结果决定他们即将派出哪一位对他们最有利的候选人 这有哪一些问题呢 您有没有相关的了解 以问题来讲的话 目前以国民党的指示的电话民调 总共有十个题目 那十个题目第一个就是问您说您是居住于台湾哪一个县市的人 然后接下来就是几岁 以及跟目前几个比较会有可能初选的总统候选人做一个对比 看谁的民调支持度最高 那以做出最后的决定 那个以中国国民党这边来讲的话 有五位候选人 那五位候选人分别是朱立伦 周席伟 张亚忠 郭台铭跟韩国瑜 所以他们将会拿这五个人分别跟蔡英文跟武党级的柯文哲三个做比较 然后以最后的结果决定到底哪一位候选人是可以 就是向国民党派出来这个总统参选 电话民调一共会给多少人打电话呢 这个样本有多少呢 样本数的话大概是几千到几万人都有 那其实以民调数据的研究上面 它有一个所谓的信任百分比 只要能够在这个信任百分比的一定程度之下的人数样本都会被采纳 那您本人有没有参加过或者曾经接到过电话在过往的大选中参加过这样的电话民调呢 我在那个之前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有接到就是民进党支持者就是问我的支持异象的电话民调 那当时他也是以所谓的赖青的蔡英文这两位初选候选人跟国民党籍的韩国瑜还有武党籍的柯文哲相互做对比 那您当时紧张吗 还好 其实对台湾人来讲接到民调的电话还蛮稀重品尝的 所以就品尝兴去面对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我在中国的部分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系统或是机制对人民做所谓的电话民调或电话访查的部分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相信无论是选市长选省长还是选更高级别的 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这种电话民调的形式 您觉得这五位候选人中谁胜出的可能性最大呢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应该是韩国瑜是最热门 最有可能就是被选上的 也就是高雄市市长在大陆人很多人称他为韩突的一个这个政治人物 韩国瑜 没错 是是是 在台湾有没有人叫他韩突 台湾哦 台湾原则上就是叫他韩岛啦 或是韩总 那韩总是因为他之前做过台北市的北农的总经理 所以对他比较不反感的会称他韩总或是韩市长 那韩导的话就是因为他在之前的国民党在高雄的选举当中有很多的行为被发现成后矛盾 或者是有些问题 所以就是称他为导演 所以就叫他韩导 大陆原来有一位非常高级的领导人叫做影帝温影帝 我觉得有一曲同工之妙 对然后在最近就是他要参选国民党的总统初选之前 他又多了一个新的称号叫做韩总基 意思就是当当时发生就是高雄市的议会总质询 议会总质询与中华民国的法律上面市长必须上台备训 然后在民进党各个议员的提问之下 韩国瑜的回答都是将问题转给他下面的部会首长去做回答 所以大家都认为把它称称为韩总基 就是只会转给分基不会自己回答的一个人 您讲到韩国瑜可能会胜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郭台铭会哭泣 郭台铭已经哭泣了 我相信郭台铭还会有寄生于何生明的无限的感慨 郭台铭就提到希望韩国瑜能够让一马 请问您怎样看 在近期的台湾各大报纸上面 韩国瑜的支持度是遥遥领先郭台铭 甚至高过9%的一个比例 所以郭台铭因为看到了报纸的这样的报道 所以才会出来表现说 就是他希望国民党能够团结 然后出来就是希望可以挺郭台铭 所以在第二个层面 郭台铭为何会哭 那这是因为他认为说韩国瑜已经选上高雄市的市长 那是希望他就是将市长好好做好 然后去选总统 因为若是韩国瑜去选总统的话 那相对会影响到国民党的立委席次在台湾的数量 那其次也代表说韩国瑜若是选上总统 那高雄市长的空缺必须要办补选来补上 那补选之后 有可能就是让民进党的候选人再当选 所以好不容易国民党得到的高雄就会因此而失去 所以郭台铭他是以这两个 就是以这一个层面下去做分析 所以他才哭给大家看 那您觉得郭台铭这惊天一哭 能够改变他在初选中的不利形式吗 这个是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在郭台铭就是哭之前 他之前已经哭过好几次了 所以对我们台湾人来看的话 这就是政治语言跟政治话术啊 因为从以前的选举就有所谓候选人哭啊 说什么要退出政坛啊 甚至亲吻台湾的土地啊 这种话我们真的听多了 所以他讲的这些话原则上对于选民的意向是不会太大的影响 那当然对于郭台铭的支持者来讲的话 他们只会觉得说 我们要更加团结支持郭台铭 所以呢这次就有人开玩笑 为什么妈祖没有脱梦 我倒是可以插个话 就是在台湾有部分的人是笑称郭台铭 可能不是妈祖脱梦 应该是习近平脱梦吧 如果韩国瑜成功的胜出代表国民党参加台湾的总统大选 那您觉得郭台铭会有一些后手会有一些反应吗 这个机会目前是还蛮大的 毕竟郭台铭他光是初选 应该砸的金钱不输真的在请总统了 各大媒体的广告 以及就是路上的各个看板的宣传 那个钱应该花下不下几个亿 所以我相信他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就发凶 所以若是他没有成为公民党的初选候选人 我相信他可能会再去寻求其他 可以让他争夺总统大位的渠道或者方法 目前这有新闻传出来 他有再去寻求跟柯文哲这边的合作 他能不能在这次的总统大选 得到就是一个入场权这样子 那谁政谁负呢 柯文哲应该也是一位很有想法的人物 那么如果郭台铭和柯文哲联手 谁做政总统谁做副总统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很难去做推论 因为两个都还蛮想当正位元首 因为在台湾的副总统的部分 原则上他是个虚位 他并没有实质的权利 除非我们的元首就是出意外 或者是因不无法担任元首的话 副总统才有他存在的必要性 所以我真的很难跟你回答 谁会最终成为政货部 你支持哪一位候选人 韩国瑜 朱立伦或者是郭台铭 确定到底是谁 我们就支持哪一位最强的候选人 目前对于台湾大选 所谓国民党的潜在候选人 韩国瑜的部分 那中国的网络其实讨论度也很高 那你有在看网络上的评论的话 你会认为大多数的网民 这是所谓的网友 对于韩国瑜的评价 大概是怎么样 讲到韩国瑜 那就不可避免要提到郭台铭 其实这两位在中国大陆 都还是有很高的知名度的 不得不说郭台铭 因为之前有富士康 这么多年来的经营 包括这么多跳楼的例子 所以郭台铭的名声 应该说比韩国瑜要更大一些 所以大家对台湾国民党 对台湾的了解 对国民党的了解 在不断的加深 这两人还是做出了 比较突出的贡献的 那在中国的官媒 所谓的央视 其实前几天有一直在做相关的报导 国民党初选的部分 那您认为在央视的报导之下 是不是对于中国国民党背后的立场 或者是他们所支持的政党 有一个还蛮明显的状态 中国大陆当然非常关注台湾的总统大选 那么立场应该说也是比较明确的 那就是民进党肯定是最坏的一个选择 最后的一个选择 中国大陆方面 当然毫无疑问 把热情把关注点 是放在了国民党上面 当然 柯文哲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他是无党派的人士 所以中国大陆方面也希望与无党派人士 来保持很好的一个沟通 所以第一个原则应该说就是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第二个原则就是说 在报导台湾的初选的时候 中国大陆方面还是能够看出来 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平衡 没有更多的竖评 到底去突出或者渲染哪一位候选人 比如说郭台铭 比如说韩国瑜 无论是郭台铭 还是韩国瑜 能够胜出代表国民党来参加大选 中国方面应该是乐见其成的 特别是韩国瑜 可能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韩国瑜已经胜出了高雄市市长 高雄是绿营的大本营之一 是绿营的铁杆票仓之一 那么现在中国方面 大陆方面一般就认为 韩国瑜能够吃掉高雄 说明他在高雄 在绿营的人群中 他都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有一定的号召力的 所以如果说 能有一个在绿营人士中 都有影响力的人物 能够代表国民党 来参加总统大选 应该说就增加了一定的变数 而这种变数毫不疑问 也是大陆方面乐见其成 欲成此事的 其实谈的韩国瑜 我可能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就是 韩国瑜在两岸关系上 他的表态 他在台湾有没有一个说法 他对两岸关系 未来的走向是怎样的呢 两岸议题上面 他一直重申 他承认九二共识 那在九二共识是 在台湾人民当中 他认为可以与中国互动的一个最大的基础 那以九二共识来讲的话 我相信台湾民众跟中国的民众 有很大的落差 因为以台湾来讲 九二共识 它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我表我的中华民国 你们对岸表你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今年的年初时 习近平曾经有发表一个 《告台湾同胞书》 40周年的会谈 那他里面已经有在重申 所谓的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中国版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 在中方这边的立场是蛮明显的 所以我也想请问您 韩国瑜一直表达 他支持的是九二共识 然后又去见了所谓的统派立场 比国台版更明显的中联版 那是不是在中国的部分 会还蛮支持这一位 或是说会认同这一位 所谓国民党所提出的可能候选人 我觉得您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不得不提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那就是在四月中旬 韩国瑜出访了美国 在哈佛大学做了一个讲座 他抛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就是如果他当选台湾总统 他未来的一个战略 那就是防务靠美国 科技靠日本 市场靠大陆 努力靠自己 那么这个信息出来以后 当时大陆的报道 应该说是比较克制 但是还是有一些官方媒体提示 或者说警告韩国瑜 不要吃里爬外窝里反 应该说呢 这个信号也还是很明确的 市场靠大陆 大陆只是他一个生意上的伙伴 仅此而已 那么换言之呢 他的九二共识的表述 我觉得呢 在大陆看来呢 可能就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 就是说在韩国瑜眼中 九二共识究竟怎样的表述 大陆方面可能还在做一些 更多的猜想 其实我刚才也讲到了 就是中国方面 对郭泰民和韩国瑜 两者之间哪一位胜出 恐怕都是乐见其成的 因为郭泰民毫无疑问 更了解大陆事务 与大陆的官员 与大陆的企业界打交 应该说是顺风顺水 经验十足的 而韩国瑜我刚才提到 他对绿营人士的影响 反而也可能吸引 大陆相关方面的重视 所以我觉得这两位候选人 包括可能的柯文哲 这三位候选人 我觉得大陆方面 应该说都是有所期待的 顺便跟你讲一个 目前在台湾 算是蛮新的议题 也就是韩国瑜 当他宣布参选 就是2020 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在高雄的部分 有一个团体叫 全民歌潮行动 加上另外一个团体 叫做WeCare高雄 他们两个团体 做个合并 并且举办了一个 叫全民霸语韩国瑜市场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 以目前的数据来讲的话 联署书是已经快要达到法定门槛了 团结团结尾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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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的选举 是还蛮难去评断 到底谁的胜率比较高 所以这个看下来的话 只能说大家各有自己的立场 那以台湾人来讲 就是希望选民的眼睛要血亮一点 看清楚 这个候选人 他背后代表的立场是什么 以上就是台湾正在选第二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期待您的评论 欢迎您的订阅 如果您对台湾议题有兴趣 也欢迎与我们联系 或者直接在节目下方留言 一人有一票台湾正在选 一人有一票台湾正在选 谢谢